明朝末年的南京秦淮河畔,出现了八位一绝江南的名妓,但这八位并不是个个都美貌与才气并存,像她们之中有位女子,她的容貌在她们之中不算出众,但是她富有才气, 能试善话,尤其是画兰花的功夫堪称一绝,她的诗文和画,被当时的文人默克争相收藏,也成为了许多才子追求的对象,她就是马湘兰,秦淮八雁之一,马湘兰,本名为马守珍,因在家排行老四,又被人们称为四娘,而她的湘兰,是由于她擅长画兰花,故的湘兰这个名字,她之所以能将兰花画得栩栩如生, 那是因为她爱兰花,制兰花,动兰花,她在庭院种种满各种兰花,十分爱护,受到兰花的熏陶,她也如兰花一样圣洁,一世独立,渐渐的,她在秦淮河上有了名气,来拜访的人也越来越多,这些人要么是有教养的文人,要么是有身份的有钱人,靠着这些人的馈赠,马湘兰有了一些积蓄, 在秦淮河边盖里一座小楼,里面栽种满了兰花,名为幽兰馆,她虽为青楼女子,为人却获达仗义,就记了许多没有钱硬士的书生,以及老弱病残的百姓,她的幽兰馆,每天是熙熙攘攘,看上去热闹非凡,但是马湘兰的内心一直是寂寞的, 因为她的知己难寻,知道她爱,二十四岁时,遇到了落魄的才子,王志登,王志登是位大才子,四岁便能作对,十岁能吟识作父,之后成为了大学士元伟的宾,客,客因为元伟得罪了首府徐阶,王志登受到牵连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,王志登心灰意冷回到了江南故乡,偶然接来到了幽南馆,与马湘兰相谈甚欢, 两人都觉得很投缘,于是,王志登经常来到幽南馆,与马湘兰饮酒赏兰,一天,王志登向马湘兰求话,马湘兰立即为她画了一幅拿手的兰叶图,画中一片兰叶拖着一朵兰花,马湘兰借着这幅话诉说自己的内心,表明自己不是水性洋花的女子,而是高洁清雅的兰花,并表达自己以身相许的心意, 王志登自然是看懂了马湘兰的心意,但是她觉得自己没有观止,前途渺茫,无法带给马湘兰幸福,就装作不懂其中的含义,收下了这幅话,马湘兰以为王志登不愿接受自己,恨是伤心,却又无法忘记她,便又和从前一样,像好朋友一样交往,也不再提嫁娶的事情。 不久后,王志登被推荐进京城参加修编国时的工作,她在临走前向马湘兰透露出自己的心声,如果她有所发展,愿意与其共度一生,马湘兰很是欢喜,却又因离别而担忧,她为王志登践行后,便闭门谢客,等待王志登的归来。 不料,王志登进京后,找到了排挤,她在京城忍戏吞声,日子过得并不好,她觉得没有前途,便收拾行李,离开了京城,但是她又无法面对马湘兰,就搬家去了姑苏,马湘兰打听到王志登深意而归,连忙赶去姑苏,安慰她。 之后,马湘兰,每隔几日便去姑苏住几天,但两人始终没有结为夫妻,就这样过了三十多年,在王志登七十大寿时,马湘兰抱病赶去姑苏,为她举办了宴会,在宴会上,为王志登高歌一曲,听得王志登老泪纵横,两个月后,马湘兰返回了京陵,一个午后,她觉得自己即将离世,然后沐浴更衣,坐在了幽南馆中, 她的五十七岁人生就这样结束了,秦怀艳首马湘兰,才以侠胆胜豪男,传世佳作存真品,万金求得一墨男,青楼才女秦白骨,苏州助寿买楼船,幽兰管中空待客,地封寺内藏红颜,马湘兰为王志登付出一生真行,却孤独中老,如同一朵幽兰,暗自土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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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 �